亲爱的小朋友,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什么样的朋友是不可以交往的呢? 我们从真言十八章来学习分辨 什么样的朋友是真正的好朋友 而什么样的朋友不可以交往 第一节,与众挂合的 独自寻求心愿 就是旅群所居,只关心自己的人 只关心自己事的人 这种人很自私,不可以交往 第二节提到,愚昧人不喜爱明哲 只喜爱显露心意 意思就是自我表现 有些人很爱现 希望交点都在他的身边 只关心自己 只喜欢表现自己的心意 自我表现 这种人不是值得能够深交往的朋友哦 接下来经文提到了 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 人喜欢听八卦 而今天传别人的八卦 明天就会传自己的八卦 我们如果不希望被人传 我们就要拒绝这样的朋友 接下来提到了 是懒散的人不能做朋友 做工懈怠的与浪费人为弟兄 意思是懒惰跟败坏是难兄难弟 主神帮助我们要远离一切的懒惰懒散 接下来提到了 败坏已先 人心骄傲 尊重以前必有谦卑 如果这个朋友是很骄傲的 这种人要跟他保持距离哦 十四节 人有疾病 心能忍耐心理忧伤 谁能承担呢 如果一个朋友长期是很负面 很犹豫的 我们要很谨慎 我们当然要关心他 为他祷告 但是如果他长期在黑暗犹豫当中 这样的人 我们要谨慎的保护我们自己的心哦 而最后我们思想 经文提醒我们 烂交朋友的自取败坏 如同我们会选择合适的食物 如果我们整天都吃垃圾食物 我们的身体会怎么样呢 同样的 如果我们身边不分辨 都是一些不好的朋友在我们的身边 我们的生活会充满什么样的情况呢 求神给我们警醒的心哦 经文的要解提到了 烂交朋友的自取败坏 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 是的 求神帮助我们谨慎的交朋友 而交到真正好的朋友 亲密的朋友 是爱神爱人的 是敬虔的 是愿意关心别人的 选择阳光正面的 这样子的人 我们能够成为他们的好朋友 他们也成为我们的好朋友 我们来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选择谨慎的交友 能够过神喜欢的生活 也让我们先成为别人的好朋友 对的人能够交到对的朋友 谢谢主 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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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